拿白水变牛奶 首先我来调牛奶的香味 好 加点牛奶味的香精 在哪闻过 就是奶糖里头 那我们就把它滴进去吗 对 把它滴进去 这个牛奶 这个白水就有牛奶的香味了 这个水太清了 牛奶是很粘稠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改变它的质地 让它更加粘稠 我们加一个增稠剂 增稠剂 缩甲鸡纤维酸维酥酪 养成看配料表的好习惯 只有看配料表才能知道食物的真相 这也是食品当中常见的增稠剂 所以这个最典型的案例是在哪里呢 老酸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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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际上老酸奶的一样成分 跟普通酸奶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老酸奶里面加了更多的明胶 你吃的时候觉得它特别的粘稠 所以要用勺子去挖 好像感觉它的沉黏度很长 对 所以消费者就觉得买这个东西更值 它的价格也更贵 其实里面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自己做过酸奶经验的 你会发现 自家做的酸奶永远都做不出那种状态 增稠剂溶解了 充分溶解了 但是看起来没有质感 所以现在我们加的是最关键的 也是我们调牛奶的第三步 加一种色素叫二氧化碳 这是一种白色的着色剂 来来来 天哪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摇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好 经过程程的摇晃 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白水真的可以变牛奶吗 听 哇 天哪 真的像牛奶一样吗 你看这个连背卦都有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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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恐怖了 这个就可以喝了吗 你尝尝吧 倒过来的时候感觉真的像牛奶 它比牛奶还像 来 谁尝一下 天哪 这个可怕 这个 这个真不强 来 小牛肉请睡觉 这里面用的都是合法的士比尼亚鸡 平时大家都吃过 所以你尝一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你在街边有没有喝过那种奶茶或者奶西 街边的奶茶奶西 那你喝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吗 里面它基本也没有奶 跟这个成分很接近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说这个是假鸡蛋 你们先天不相信 接下来我们可以投货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哇 蛋黄出来了 像不像 像不像 真的哦 觉得像的朋友 给个赞哦 这是我自制的 先用一个勺子 下水 它就会变成一个小蛋黄 做两个 挤上蛋白 然后把我们做好的蛋黄放到里面 封印起来 下水 今天的晃动 它就会出来一个假鸡蛋 觉得像的朋友 双击保全吧 就会变成一个小蛋黄出来了